机管局表示 星期六起香港机场恢复 由内地到港再转机到外地的服务 有传染病专家说 内地人来香港转机的风险不高 梁家宜报道 转机服务在六月逐步恢复 不过旅客要以同一张机票 必须已经在出发地办理登记手续 预先确认可以在目的地入境等 不过不包括过境或转机到内地 机管局宣布 由星期六开始 香港国际机场恢复由内地来香港 再转机到外地的服务 转机旅客在香港机场的停留时间 限至24小时之内 措施会生效到10月15日 在香港机场转机到内地就继续停止 内地不是零确诊之下 内地旅客可以来香港机场过境 会不会都有潜在风险在机场播毒呢 都是属于一个相对低风险的地区 我们现在是容许很多在高中风险的地区 来香港转机 其实这个风险就远高过我们在内地 出去 他说如果容许外地经香港转机回内地 问题就会很大 会增加了很大量在高中风险来的人 是会经过香港而转回国内 那问题就可能令到我们的航空交通和机场 变得更加不安全 那内地过境香港的旅客 要不要先做检测呢 他说现在来自高中风险地区的转机人士都没有做 内地转机旅客如果要做就会有矛盾 有线连事记者梁家宜报道 一首掌握有线新闻